好 我想问一下情报细节 我知道你不想这样这方面说 不过我想问就是说 过去这个48或者24小时 有什么样的改变 让你们做出现在这个发布会呢 好 那我过去这个周末的时候 在周日就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阶段 就是俄罗斯可能随时攻击 而且这个还是真实的 而且呢 他们有可能在冬奥结束之前 就开始进行攻击 那当然我不能告诉你任何情报 不过你要看看 俄罗斯就是乌克兰边界另外一边 不管是北边或者是东边的话 俄罗斯他们有一个 非常出色的姿势 而且他们可以随时来攻击乌克兰 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我们需要告诉我们的盟友 告诉我们的搭档 跟乌克兰人说一下 跟美国公民说一下 在乌克兰美国公民说一下 那当然我们没有说 普京做出了最后一个决定 不过我们说的是 我们有足够的这些信息 我们看见当地有足够的一些行动 而且我们明确地想跟大家说一下 而且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 所给大家沟通的信息 就是这个是非常积极的信息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紧急的状态 那你有没有相信 俄罗斯有足够的士兵 来完全进行侵略乌克兰的行动呢 那乌克兰已经有足够的部队 来做出一个大规模的侵略 不过我不知道你是说 完全的侵略是什么的意思 不过俄罗斯可以 马上尽快地来就做出侵略的行动 那NATO总统说 有没有说他们会不让美国 在欧洲的士兵来做出战斗呢 而且我们在乌克兰边界这些国家的盟友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说法 而且你的看法就是 普京是不是做出一些 非常逻辑性的行动呢 他是不是现在保持理智的 清醒的一个状态呢 那当然总统是支持把部队送到欧洲 总统也是这样表示过了 不过我想明显跟大家说 我们把这些士兵送到 德国还有罗美尼亚 这些士兵 他们不是要去在乌克兰打俄罗斯的 他们不会去乌克兰产生战争 去打仗 他们只不过是帮助NATO的部队 因为这个是符合我们第五条法律上的一些责任 他们只是说希望给NATO增加更多的一个胆量 就是保证说如果俄罗斯攻击NATO的话 他们会做出一些帮助的 所以如果俄罗斯攻击的话 那我们还会做出更多的选择 那拜登总统今天的跟他团队 已经开了一个会议 没有最终的一个决定 他们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 不过我们准备好随时给更多的士兵送给NATO 那最后呢 我没有办法来预测普京总统到底会想些什么 我也不会猜测一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我也不会来想想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不过我只是说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有足够的外交方式 我们准备好跟他在外交这方面走下去 我们已经告诉他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如果他想在这方面走下去的话 我们会跟我们的盟友一起来做出回应 那听起来你想说 你们现在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 所以你们现在是不是说 你们现在更相信俄罗斯会马上做出攻击呢 那我没有办法在这方面跟大家说可能性或者概率 不过我们需要考虑一下 我们现在所有可能面对的问题 而且我们应该是面对所有这些问题 做出好多的准备 那普京把很多的士兵已经送到地方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行动 那我们通过情报来收集的这些信息 这个让我们觉得俄罗斯应该会更早的做出行动 而且做出一些军事上的行动 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告诉大家 俄罗斯哪天或者哪个小时来做出攻击 不过我们可以说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情报 可信的情报 告诉我们俄罗斯在冬奥结束之前就会做出侵略 所以你现在跟美国人说 如果你要在乌克兰里应该现在撤出 你知道现在乌克兰里到底有多少个美国人吗 那你要问一下这个国防部门 所以你不知道 我不想在这块跟大家猜一个数字 不过我们现在有两个不同的组 一个是美国知道在乌克兰 另外一个是美国不知道的 当然了有些人他们可能是去了俄罗斯之后 然后又没给我们登记 那第二呢我们也知道 美国如果去任何个地方 他们不用跟联邦政府登记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完美的数据 那现在 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一个完美的数据 说到底多少美国人在乌克兰里 不过现在我可以做的就是跟所有美国人说 特别是对于任何在乌克兰的美国人 如果你要是需要帮助 你要需要金融这方面的帮助 或者其他这方面的帮助 来撤出或者做出相似的行动 请你们跟在Kiev乌克兰的大使馆沟通一下 我会帮助你的 好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觉得现在俄罗斯是不是要攻击 Kiev乌克兰首都或者其他的这个地区呢 你们现在到底多么的自信 说你们情报局所得知的信息 是怎么样准确的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自信心呢 特别是你们说在欧罗皮克结束之前 他们就会攻击 你再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情报 特别是在当地的情报 你们到底有没有信息 到底有没有信心 说这个会马上发生呢 那我没有足够的信心 就是今天站在这块跟你们说 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重大的可能性 看见普京总统会命令说侵略乌克兰 而且在这个时间阶段 在现在这个时间阶段之内 就有可能侵略了 而且这个时间阶段的可能是在 东奥北京奥林匹克结束之前就开始攻击乌克兰 所以我所有所说的话 都是因为我们当地有些情报 而且有其他的一些情报 那你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觉得俄罗斯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我们也跟大家说了 它可能做出很多不同的攻击 不过我可以跟大家明确的说 其中的一个行动就是 快速打击乌克兰首都Kiev 这个是俄罗斯部队可以做出的一个行动 不过他们同时也可以选择 攻击其他乌克兰的部分 其他乌克兰的这些地区 那不过最后我想跟大家说 因为我们知道媒体还有政府 在过去这一周有一些互相碰头的一些状态 不过我可以说 俄罗斯现在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 宣传假新闻的假旗的行动 那美国知道这个是俄罗斯在攻击之前 一直以来应该会所做出的行动 所以我们只是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俄罗斯决定侵略的话 那他们应该是负责任的 我们不希望让俄罗斯觉得 他们所做的一个假旗行动 是可以作为侵略之前的行动 下一个问题 好那你当然不想说普京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 不过美国有没有觉得普京总统 做出最后一个决定呢 因为我们媒体不久之前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美国相信普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而且他把这个决定已经送给了俄罗斯的部队 这个对吗 有一些情报我还没有看见 当然你这个报道没有完全来 代表美国政府现在的一个看法 不过呢 我们还不知道俄罗斯有没有做出最终的一个决定 普京有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 好所以一个问题